我们看到这些中国的间谍气球 不光是出现在美国 最近也出现在日本印度 还有台湾等地 所以这些国家对这些所谓的间谍气球 是不是束手无策呢 因为美国它有它的技术能力 跟战机去把这些间谍气球打下来 但是显然我们看到 中国在发展这方面的间谍气球 已经是行之多年了 所以他们在掌握相关的这些技术等等 解放军报去年报道而已 时间不会很久 他说这些高空气球 是可以运用在侦察监视跟军事用途 刚刚亲王也说了 他们的发展不光是气球 更进一步的 还有这种所谓的旅行者三号 在新疆测试飞行成功 高度非常高就在那个平流层 所以这种高空的 这种所谓的军事用途 显然已经是发展多年 庭文兄你刚才也提到了 超高音速就是在这个高空在飞行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德国媒体就在预测 中美必有一战吗 是不是中国就已经做好这样的准备 准备跟美国难道要进行一掘词凶吗 很不幸的 中美真的是会进入到休息底的陷阱 虽然大家希望能够避开 但是似乎好像避开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会误判 然后中国他的野心也蛮大的 那习近平他本身来讲 他的观念以及他的知识 我觉得是不足的 所以对整个全球的这个情况的了解是不足 那我们会话说台北上空曾经发现 不止2021年 2022年过年的期间 其实台北的上空 桃园新竹上空都有发现到这个气球 那这个气球从哪里打出来的 是从福建的72集团军打出来的 那他是火箭军的远程火箭旅打出来的 火箭军 对就是我们大概知道说 福建他本来就是对台作战的 72集团军73集团军都是 但是大部分都把光点聚焦在73集团军 那72集团军里面有个远程火箭军呢 他在过年期间 在2022年不是今年 是去年的过年期间 他就在台北啊 新竹啊 桃园 甚至中间还飞过台中上空 然后到台湾的东北部 然后飞走这样子 那时候我们国防部 你讲的路径等于我们都有掌握就对了 对我们国防部都有掌控 那也派战机上去看 那时候到底状况是怎么样 但是很多人都把它视为是一个 气象的这个气球 但事实上不是啊 那个就是一个军用的这个间谍的气球 那其实就在看他们那个 类似那种远程火箭飞弹来讲的话 他们路径要怎么跑 或怎么做的 一件很重要的前期工作 那你说我们军方掌握是连他 他从哪里这个发射升空 我们都掌控 我们都掌控到 那其实大家也不用太害怕 因为既然F-22展现给我们看 他可以把这个间谍气球打下来 事实上亚太地区来讲 美国也机动性的 有派驻在关岛跟沃克纳瓦 有大概14架左右的这个F-22在这边 所以因为F-22它可以升的比较高一点 然后再高一点 再打这个空对空的飞弹 小伟神飞弹 就可以击中这个气球 现在已经全世界都在看这个气球 如果这个气球又出现的话 出现了日本上空 日本绝对要求美国帮忙 直接F-22上去把他打下来 一定是这样子 这是代表说盟军的合作 所以大家一直讲一件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美国不处理 那大家盟军就对美国失去信心了 还好美国有处理了 那代表说 美国示范一次了 示范一次 有一那就可以有二 而且我常常在讲 如果我们说 俄乌战争是团结了北约 靠向美国 那这颗气球是团结了全球 靠向美国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 就接下来美国他刚好运用这一波势力 团结所有的结盟国家 你看刚刚美媚姐有讲到 40个国家 150名的外交官员 那是什么意思 40名国家 他绝对不会去找那个 非洲的那些小国家 因为那些国家没有军事用途 他那个气球飞过去 他们有没有被威胁 对 那四个国家都是什么 你看到当去支援俄罗斯 在乌克兰 在德国开会的哪几个国家 就那四四个国家 那四五国家 那除了就是军备方面不错的 这些国家结盟起来的话 那中国就完蛋了 因为天下为中的态势早就形成 是的确 这个真的是讲得非常好 一颗气球团结了这个民主国家 也是美国的这个盟国 那只不过我们要去了解 中国军方到底他们的发展程度 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那现在了解到解放军 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这个媒体 去说这个气球呢 是强力天眼 来 杰明哥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 不论是通讯各个方面 他是基于弱势的 所以当这个我们说的 新链执行了练鹰九号之后 当然他也要拿出一套 对 那刚刚我们说的 这个所谓的旅行者三号 这是不是等于是那种 高空气球的进阶版 刚刚我们其实这个 就是这个清华所讲的 我们大致说一下 就是他是18.8米 不过特别提前是 因为他升空之后 他的体积会变大 而且他所在的位置是什么 我们一件一件事来谈 这是从底部往上看 他这个气球长的样子 从底部往上看 他下面发展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 我们说的一个 所谓的三套的 所谓通讯系统 那这系统里面 他会把周围的 包括环境的参数 还有包括他所得到的视频 还有周围的数据 全部可以传讯 而且最恐怖的事情是 他可以自我控制 他的方向 这是在2017年 10月25号 他所公布的讯息 那自己去再解读一下 那里面的内容就是 中共要跟 中共要跟全世界讲 因为这个媒体 都有看出来 他有多厉害呢 他说我们是在 所谓的净空环境 就是所谓的20公里 但是也可以到 崖轨道100公里 那你知道 在那个地方 大气层非常薄 所以你的气球速度会很快 他说他可以接近到 深速 就是我们说 音速的速度 你说他绕的速度更快 那你要追击他的困难度 就更高 因为那个地方高空更低 所以速度会更快 很臭屁对不对 那他还讲一句话说 他在这个高空的环境里面 因为空气比较稀薄 所以他可以拥有航空气 或者是所谓的卫星 不具有的优势 要跟这个星链计划 呛堵 你有星链计划 我有这个东西 而且他还说一句话 他可以达到 星链计划也是要做通信保障 他这个也做到 那星链计划可以做情报收集 他也可以做到 那当然星链计划 他现在做的 就美国国防部 要跟这个星链计划合作 就是电子压制 他说我也可以做不到 都来了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还可以预警 就像我们说的 现在乌俄战争 乌俄战争 这个星链计划 也提供预警的动作 就是俄罗斯军队在什么地方 这个是已经在乌克兰战争 已经发生的事情 就是透过星链计划预警了 而且发生了致命的 一个战争的改变 我看起来 就是他认为 美国有星链计划 我有这个旅行 三号 不过 跟星链计划 不一样的事情是 当然现在马斯克 也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直接上面载人 那刚才亲往谈到 这只乌龟 但这乌龟 其实意义不同 当如果这乌龟 在这四天的航程当中 它都可以存活的话 表示它的生命的 这个仓储是够的 因此里面是可以 让普通人 执行太空旅行 中国就是要想办法 夸张式的说一句话说 你美国有星链计划 我有旅行之参号 你星链计划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旅行之参号 星链计划要载人 它载乌龟 星链计划还没有载人 我可以载乌龟 但是星链计划将来是要载人 他们载人不知道 只是一句话说 当时星链计划 还不能载人 那我就可以载乌龟了 在这个情况下 那你就是说 中国一定要外宣 特别把这乌龟弄出来 他说证明一件事 将来人类可以在100公里 做太空旅行 最好事哦 他等下载人上去 然后人挂掉 你知道那个地方 没有人在那边 做太空旅行 太空旅行你必须在 没有所谓的空气禁止状况 在那边做太空旅行 还没有人在所谓 介于就是有空气 没空气做太空旅行 所以我不太清楚 他在讲什么 但是他讲这乌龟 是要告诉一件事 中国还是有能力的 好 那整个过程当中 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是 中共的宣传 那坏坏说 那如果你真的旅行 才好这么厉害 那你干嘛要让美国看到 你在6万亿几个气球呢 你直接就在这100公里外 直接就坐就好了 不过要小心 他那什么超高音速的 导弹的配合 对 这个是要注意的 超高音速导弹配合 是这次跟 这次发生到的 这个间谍卫星 间谍气球是同一款的 这是美国宣布 上次他这个 就我们刚才讲 大师说的 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超高音速 那个是同一款 他这么厉害 不过这件事情 美国动作很快 美国立刻 在2月9号的时候 就去跟印度谈了 要跟 要去围堵中国的晶片业 那同时台湾也跟 印度呢 发展半导体研发的 一个技术 而且马上加码 在2月24号 就是未来这几天 他们要跟机器来讨论 如何针对俄物战争 同时间针对美中国的科技 要怎么执行 他直接讲 叫做科技战 那意思说 所谓科技战就是说 我跟你的半导体产业 我跟你事不两立 所以换你个角度来说 他这一次做这个事情 表面上是要展示 中国的气球工业很强 你有气球 人家有星链了 但是另外角度 其实要说明一件事情 说美国说你既然这样子 拜登就德国的媒体说 拜登甚至提高他的位阶 直接说出对中国凶狠的字眼 来拉抬他的势力 所以这件事情 说的习近平真的犯了很大错 因为这给拜登 更高的一个位阶